大家好 我是威爾寶哥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Java的開發 在VS Code是一個什麼樣的樣子 今天我會做非常多的Live Demo 讓大家感受一下 在VS Code裡面的開發體驗到底是如何的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個人寫Dane、Angular 基本上很多都用VS Code做開發 所以VS Code對我來講就是太熟了 所以我在寫Java的時候就想說 我可不可以把我的開發環境全部移到VS Code上面去 我大概嘗試了幾個月的時間 我覺得小有心得 所以今天可以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剛剛看到聖佑坐在台下 害我有點緊張 因為今天我這一場擺明是來挖角的 各位同意嗎 把IntelliJ挖到VS Code 好 那首先我們一開始就先來談談 什麼是開發者體驗 Developer Experience 那講開發者體驗之前 我們先講UI跟UX 我想這個名詞大家都很常見 所以你看左邊這張圖 當然瓶子設計得很漂亮 UI很不錯 右邊這個瓶子感覺就怪怪的 就好像沒有很好 但對使用者來講 他體驗就特別的好 因為他比較好按 比較好去把這個番茄醬擠出來 所以UIUX在本質上有非常多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如果說我們今天回過頭來看 什麼叫做開發者體驗 我大概歸納了幾類 第一個 要有一個好的開發體驗 一定是以人為本 就是說一定是以人的感受為中心思考 例如說我今天想要在VS Code去開發Java 那任何會讓我們感受變差的這些元素 我們都要想辦法把它消除掉 所以這個是我說的這個一人為本 第二個呢是我們希望呢 這當中有很多可以複用的元件 有良好的韓式庫 然後有優秀的這個工具 可以來輔助我們開發 這些都非常重要 那其中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呢 各位可能很少會去注意到 就是維持一個穩定的情緒 對開發人員來講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元素 各位同不同意啊 你們在寫Java的時候 有沒有經常腦子裡出現 各種各式各樣的髒話 這個東西怎麼會有bug呢 對不對 我寫的明明就沒問題 還有一種是什麼呢 開發工具盪掉 盪掉那心理對不對 就是這種就非常的情緒波動 所以如果說我們今天可以開發程式的時候 讓情緒可以不那麼波動 我們可以專注在我們現有的這個程式 跟這個應用程式上去做開發 那一定是非常好的 那再來呢就是一個直觀的產品設計 那這裡的產品設計不是講什麼 講的就是你所開發的那個程式 就是說我們希望我們今天在用一個工具 或者是開發一套產品的時候呢 能夠有一種比較直觀的方式去理解 跟去使用它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常常都有一個認知 就是說我們跟客戶談需求 跟user談完需求之後 我們要寫成程式 那各位你所寫出來的程式 有辦法讓程式碼的結構 貼近於使用者需求嗎 這是一個問題 因為很多人呢 雖然了解了需求 但是他做出來的程式呢 沒有辦法跟需求有一個很完整的對應 所以我們有時候接到別人的程式碼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第一時間會先看一下 這段call寫的怎麼樣 結果你去聽user講需求 跟我看程式碼就是不一樣 那這個就是會衍生出一些可維護性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就是如果越多的話呢 我們就會覺得這個開發體驗就會變得非常非常差 這些都是希望可以去改善的部分 所以我從一篇文章 在這個Martin Foller的網站看到一篇文章 這樣講這個一段話 他說高校環境下開發者如何度過一天 那整篇文章其實在講的一個重點就是 開發者體驗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事情 那你看一下這上面的字 一個開發者從一天的開始 從了解需求 了解今天的工作 參加戰會 確認需求 然後查看CICD 然後確定什麼都綠燈 然後呢 昨天有人提交了新版 也合併了 所以我這邊要拉取新的source code回來 那這整個這樣過程 到最後 如果你能夠快樂的回家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開發體驗 各位認同嗎 那你知道你們上班到回家的過程 其實多多少少都會遇到很多鳥事 多多少少 那這個過程之中 其實我們要想辦法去優化所謂的開發者體驗 那所以開發者體驗通常不是一個目的 它其實是一個改善的過程 那例如說我舉個例子 因為我寫答內比較多年 所以我在寫答內的時候 我發現很多學員 因為我在開課 很多學員其實他就算會寫答內 他不熟開發工具 不要覺得不可思議 例如說我們以答內來講 Visual Studio用了十年的人 大有人在 那Visual Studio裡面有多少功能 你是從來沒用過的 也非常多 也非常多 為什麼呢 因為一般人不會特別花時間去研究開發工具 那我們反觀這個Java 在我們公司寫Java的也不少人 然後呢 用Intelligence的人也非常多 聲音我不好意思 還是要講一下 這個 Intelligence功能超級多 各位同意吧 而且好用功能真的也是非常多 VS Code還真的是比不上 但是在我們公司的同事裡面 我看他們在用Intelligence 在開發Java的時候 我發現很多時候他們還是在Coding而已 他其實沒有在用開發工具 開發工具提供了很多很好用的功能 但是他不知道 那所以他沒有一個 一個意識就是去提升他自己的開發體驗 他沒有辦法提升自己的開發體驗 他就不知道 原來工具可以幫他做那麼多事 但是他不知道耶 我舉個例子 像我們每個案子基本上都會去存取資料庫 對不對 那你知道我們在寫JPA的時候 都需要去產生一大堆entity 對不對 那產生entity是一個非常繁瑣的工作啊 要嘛自己Coding 對不對 要嘛透過這樣 像Intelligence就有很好的工具 直接Code generation就直接全部產出來 這個功能 我發現上次我們技術分享的時候 很多人都不知道 就是他們從頭到尾都是自己刻的 有時候覺得還不可思議 這種Code你怎麼寫得下去 那像我在跟這個SoJava朋友討論的時候 也差不多有一樣的感受 就是說他們都覺得寫Java很囉嗦 就繁瑣的Code很多 省不掉 你不這樣寫就避不過 所以其實我們真的很需要工具 來幫我們解決很多很繁瑣的問題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開發者體驗 所以呢我們就想說 我們在開發Java的時候能有哪些體驗 各位想想看 第一個呢 我想要做到新手合一 我希望我想到Code就可以立刻寫出來 各位想不想這麼做 那等一下你可以看我demo 看可不可以做得到所謂的新手合一 讓我想到一段Code 立刻可以打出來 而且打出來不是只有一行Code 可能是五行Code 十行Code這種 那這種感覺就是很棒 就是說很多時候我們寫Code有一種感覺 尤其是初學者更有這種感覺 就是說我今天剛開始學Spring Boot 對不對 然後你載入了一個JPA的Dependency 結果發現專案就啟動不了了 啟動不了的原因是因為你沒有設定Property 那這個過程你就不知道 所以你就卡關 卡關你就整個思緒就中斷了 所以你一天到晚花時間在查文件 查資料然後去看怎麼寫 有時候是一種狀況是這樣 你知道怎麼寫 但是你就是寫不出來 有沒有這種感覺 因為有太多Property要寄了 你哪有可能寄那麼多東西 所以我們的知識點容量很有限 我們只能寄得最精華的那個片段 或者是最抽象的那個概念 例如說你今天寫Spring Boot 你要用JPA 你知道我要設定Data Source 所以我要改Data 那個Property的檔案 然後呢 你知道我們要定Entity 然後你知道我們要定Repository 其實這些東西搞不好你早就知道了 但是當你真的動手下去寫的時候 不好意思寫不出來 忘記了某一段Code怎麼寫的時候 這時候你就要去查資料了 那這個查資料這個動作 會直接打斷你的思緒 讓你沒有辦法很順的去把 你原本想做的一件事給做完 等一下你可以看看我怎麼去做開發 那第二個呢是這個消除重複 我們可以把重複的工作呢自動完成 像Spring Initializer 這就是一個非常好的工具 那再來的話就是抽象化開發 等一下你可以看我這個Live Demo 給你看看我寫Code的感覺 因為很多東西是我們知道怎麼寫 而且寫過 那這個是前提喔 你從來沒寫過Spring Boot 然後突然這個VS Code擺在眼前 就算Intellery就擺在眼前 老實說你也是不會寫啦 所以我就說 有些東西你已經會了 所以你其實知識點是有的 但是你記不得那麼多細節 因為人腦記的細節本來就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會盡可能的透過抽象化的思考 減少記憶點 然後可以增加有價值的產出 好 最後一個就是資訊匯整 那剛剛講到一個點 找文件 找文件其實是一個非常耗費時間 而且每一個人對於找文件的下期 或的功力不太一樣 所以如果說今天有個開發工具 可以很快的幫我們找到 可以參考的程式碼跟文件的時候 也會非常非常方便 那以上這幾點等一下我都會有實際的展示 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在VSCode裡面開發Java 是怎麼樣的一個體驗 那總體來講 我覺得就是想要維持一個心流狀態 就是避免你在寫Code的過程中 持續被中斷 並出一切的干擾 這個是我的一個主軸點 等一下你可以看我 去開發一個簡單的Springboard應用程式 然後我從開發到簡單的API測試 到修正到Debug 通通不離開VSCode 連開瀏覽器什麼都不需要 因為我寫API 所以等一下你可以看到 我是怎麼樣去做規劃跟開發的 好 那我們現在要準備 進入這個Live Demo的環節 這個差不多是我的簡報最後一頁了 我們從VSCode 建立全新專案開始 所以如果你今天用了這個VSCode 然後要開發Java 那麼首先你要先裝一個擴充套件 這個擴充套件是我寫的 等一下我可以秀給大家看 裝好之後你就可以用一個Shift加F1 去啟動所謂的Java的Help Center 好 我現在來做Live Demo 現在你看到的這是一個VSCode的開啟畫面 然後它沒有開啟任何資料夾 全空的 所以我們如果要寫Java Shift加F1 它就會打開Java的Help Center 你可以從這邊開啟建立一個新專案 你可以開啟現有專案 你可以去調整JDK的設定 Java的這個VSCode的設定等等都可以 那這邊有一個功能叫install extension 那你可以不要按它 你可以去搜尋 例如說Doggy8088 這是我的ID 這個是我所有 記得任命物有寶哥出品 這裡都是我所有寫過的VSCode extension 其中有一個真的寫得很讚 叫做Essential Java Spring Boot Snippet 我有新版 我先reload一下 所以這個擴充套件 肯定要把它裝起來 那這個裝起來之後呢 它會另外再幫你裝 將近18個VSCode擴充套件 全部都是for Java 所以你只要裝我這個擴充套件 起來之後呢 基本上所有Java的相關工具 全部都會自動裝好 尤其是這個 那你看喔 我現在建立一個新的project 好 那這邊就有幾個重點 我一個一個講給大家聽 第一個叫NoViewTool 我們寫Java有可能不用ViewTool嗎 不可能對不對 來在座用Mamen跟Gradle的舉手 我覺得應該是大部分 不用ViewTool的舉手 有沒有 幾乎沒有了 其實是這樣子 像我今年年初的時候 收到客戶的一包SourceCode 完全沒有ViewTool 它就只有一個SRC檔 SRC知道起來 我拿到之後傻眼 我說這東西怎麼View啊 你也不跟我講 裡面有一堆resource檔 然後也沒有Pong檔 因為沒有ViewTool 他就跟我講一句 Eclipse打開 然後直接輸出Java檔 這樣就好了 就這樣 那我要怎麼View啊 結果我發現 這個要View起來OK啦 但是呢 我今天拿到這個 這個Intellig去 我同事跟我講的 他說拿Intellig去View View不出Wa檔 因為客戶要的是Wa檔 然後我說 為什麼不能ViewWa檔 Wa檔不是 就是SIP檔而已嗎 他說Intellig要付費版才有 它只用Community版 我說 你不就是View個Wa檔嗎 你自己View一下不行嗎 一個Java這個工具列 不就可以輸出嗎 他說 他寫 寫兩三年 沒有用過那個命令力的工具 在座有人沒用過的嗎 我相信應該有啦 因為開發工具確實很好用 Intellig和Eclipse都可以很輕鬆的輸出Java檔和Wa檔 那些都有 當然這個VSCode現在也是有的 所以這個所謂的NoViewTool 其實講的是VSCode內建了一套ViewTool 讓你可以不用 不用透過Maven跟Gradle 就可以ViewJava的專案 你可以在VSCode裡面直接去指定一個Java檔 指定你的ClassPath在哪裡 所以你整個這個View的環境可以在VSCode裡面完全完成 不過這功能我比較少用 我大部分都還是用Maven為主 所以這裡有Maven跟Gradle 還有一個叫做Spring Boot 我以這個為例 Spring Boot的背後用的是Spring Initializer 我想Spring的人應該都知道 然後你看我選Maven Project 然後我選2.7.400 按Enter就好 然後這是Group ID 這邊可以修改預設值 像我已經修改成我家的這個我們公司的預設值 然後這個是我的Artify ID 然後選Java 17 OK 那這邊的話我們可能就要選一下 選一下這個Dependency 這個是我們寫Initialize的時候 就是用的時候就會有的一個選項 那這邊有很多東西要選 例如說我選Longbox 選這個上一次選的 Spring Web 這一定要選的對不對 寫Spring Boot一定要選 然後我們需要連資料庫 所以我選JPA OK 我選Sequel Server Driver 那你也可以自己在這邊一個一個勾 那勾完之後呢 我們點它 好 選一個資料夾 這個我們選一個資料夾 那我們建一個資料夾好了 叫做這個JCConf 2022 好 那我們建在裡面 然後Generate 那這個過程它就會全自動的幫我把 一個Spring Boot的專案股價全部都建起來 那不但建起來 它還會自動載入所有跟 Java相關的擴充套件 所以你看 現在呢 我已經把這個專案建起來 然後呢 它第一時間當然會比較久一點 因為它需要做一個import 然後呢 去啟動這個Java Project的這個擴充套件 在這邊 大概花個十幾秒左右的時間呢 就可以把整個專案的初始化好 那之後就可以進入開發了 那你進到這個環境之後呢 當然我們接下來我們就要學的東西 就比較偏向於說 我們如果去熟悉這個VS Code的開發工具 好來 現在已經好囉 時間沒有過很久 大概十秒左右 這邊有個view project 點下去 好 它會打開所謂的Java Projects的這個專案管理的這個窗格 那這個窗格點開之後呢 你就可以從這邊看到整個資料夾裡面的Java的結構 那我是這樣覺得啦 這個叫檔案總管 這個叫Java Project Java Project是以Java的視角去看你現在專案的結構 是比較好用的 檔案總管是以檔案資料夾的結構去看一個專案的這個結構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用了這個Java Project 我們就不要打開檔案總管 在這邊看就好 所以你就可以看 我們現在呢 有這個package 對不對 這個package 這個是source man跟Java 裡面有一個package在這邊嘛對不對 然後呢我們這邊有一個resource 那這邊有一個property檔 都有 單元測試 這邊也都有 然後呢如果你要做這個測試的話 這邊有一個testing的這個panel 你可以從這邊直接看到 我們整個專案的所有測試的案例 這邊全部都有 然後直接點下去就可以跑 所以整個這個J unit的這個整合都非常的順 所以全部都可以整在一起 那現在view不起來很正常 因為我還沒有設定那個JPA的部分 好那我們來看 我們回到Java Project 我現在就做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給你們看 現在是一個空的 現在是一個空的這個Java的專案 所以我只有一個application的class 沒有任何controller 那你看我怎麼做 第一步 我們在這邊呢去建立一個新的class 在這個package底下 我希望建一個子package 叫controller 然後呢我想要建一個home controller 然後enter 好基本上package class都幫我基本上做完了 對吧 那做完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要想的是說 喔我要寫一個spring boot的controller 我心裡想的是什麼 我心裡想的是我要寫API 而且我要寫controller 所以呢 我的call會是這樣寫的 注意看喔 API controller 就這樣 透過一個call snippet 按一下tab鍵 基本的骨架就出來了 基本的骨架就出來了 然後按tab鍵 好這就是我一個spring boot的這個controller 必要的一個程式碼結構 老實說這種call 就是你always都要自己去寫這些東西啦 其實很煩 所以我就把這東西呢 透過call snippet的這個設計 讓它變得非常的簡單 而且可以有參數化的一個效果 好 那你看喔 我們接下來要寫什麼 寫API 對不對 所以我們寫一個API 然後我們寫一個get的要求 按個tab鍵 給它一個型別 再給tab鍵完成 完成之後呢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這個要回應的東西呢 稍微改一下 假設這是stream Hello world 好 這樣就差不多了 按個F5 就可以直接把整個專案給啟動 就可以進入debug的模式 好 這邊有一個錯誤訊息發生 他說 JavaX validation cannot be resolved 喔 因為我的call snippet用到了這個套件 但是似乎 我並沒有加載到我的 這個vement的這個 這個dependency裡面去 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就來加 打一個vement 然後呢 add dependency enter 好 直接輸入關鍵字 enter 好 這邊有沒有 這邊有 這邊有一個 java x.utl 有沒有 我收錯了 好 收錯了 好算了 我直接把它砍掉比較快 不然我demo不完 好 我們現在做完了 按F5 再啟動一次 好 理論上他應該還會再掛掉 因為JPA的關係 我們還沒有設定這個datasource 好 所以果然這邊確實是掛掉了 因為我還沒有設定任何的datasource 好 來各位看我怎麼做設定 首先呢 我們先看一下SQL Server 我這邊有準備一台 Local host的SQL Server 然後這個SQL Server呢 它有一堆table 那一個table叫做cores 我們把資料可以選出來 這個都是內建的 這個裝起來就有了 所以我們可以從 我們的VS Code裡面 直接下SQL 直接得到結果 這邊都可以去預覽 這些資料的部分 好 那資料庫連得上 接下來我們要做什麼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準備 去修改我們的property 好 我跟你講 你寫過JPA的人一定都知道 這裡有好幾堂要寫 對不對 那這個是property檔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打Spring 對不對 然後按Control加Space 你可以看所有零體sense 這邊真的非常非常多 對不對 JPA 有沒有 有 這邊有一堆東西可以寫 但是太多了 所以呢 我就自己寫了另外一個東西 按F1 insert snippet 一樣 都是total code snippet 我這邊寫了一個 叫做JPA data source 你看 按Tab鍵就好 第一個是我們的SQL Server 沒錯 這邊Tab鍵 好 然後呢 這個是IP 然後Port Database的名稱 帳號 密碼 對不對 然後driver 你看這麼多東西 到底誰寫得起來啊 太多了對不對 每次都要寫那麼多 那如果說中間有東西你不要 很簡單 Ctrl加Space 這邊有列舉可以讓你選擇 所以基本上 VSCode已經可以完全認得 在Property檔裡面的所有的設定 所有Spring Boot有的東西 這邊全部都可以得到提示 自動化的提示 所以非常方便 好 所以這個東西呢 我只要做完了 我們再F5再按一次 好 我的網站呢 基本上 跑起來了 跑起來了 我現在Tom K已經跑起來了 接下來我們要做什麼呢 各位看好 我現在要做一件事 我先存檔 我存到我的專案根目錄底下 我存成test.http 請記得 副檔名要用http 它會用我的擴充套件包裡面 其中一個套件叫做rest-connect 它可以直接在這邊 直接寫http的封包的 這個http的內容 這樣子 它可以直接寫http封包的大概內容 例如說我用get 然後去得到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按下send request 或是按ctrl-enter 直接就可以發出request 到你的剛剛寫好的那個API上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到 我們連西瓜Server 我們測API不用開postman 而且全部都可以在目前這裡呢 全部做到 然後如果你有超過一個API 你可以用三個警號做分割 所以你還可以這樣打進來 對不對 例如說我們打首頁好了 這裡應該是404 Ctrl-enter 你看得到404 OK 所以它不是只有get喔 各位 post也可以 delete也可以 然後呢 如果你今天用post的話 我們甚至於可以把程式寫成這樣 我們甚至於可以把程式寫成這樣 看好喔 content type 對不對 然後application json 還有完整的attended sense 所以所有的這個header啊 還有一個request of body啊 這邊全部都可以寫 全部都可以寫 應該是連在這裡啦 然後面這邊呢 可以放什麼什麼東西 都可以 你可以這樣子 直接按ctrl-enter 直接就送出去了 不過這一頁還是404 好 那你看我們現在 我簡單的示範了一下 就是從寫一個最基礎的API 到我們去測這個API 大概的流程 那現在呢 我再來示範一個東西給你們看 如果我今天想要用jpa 去連接資料庫 從我們的這個思路上來看 首先我們可能要先定義一個entity 對吧 然後再定義一個repository 然後我加上這個 使用crud的repository 我就有很多像file要這樣的命令可以直接用 那我們可以怎麼去寫這段code呢 來一樣 跳到這邊來 來注意看喔 我們可能要到這邊 這個package底下 建一個子package 所以可以在這邊右鍵 直接new一個package 也可以 那也可以審視一點 我直接建class就好 我直接建entity.course c-o-u-r-s-e entity 我可以直接這樣建 ok 這樣建 建好之後呢 我們可以來建一個entity 我們都知道寫entity其實是很繁瑣的 所以我一樣寫了一個code snippet 按tab鍵 也可以自動完成 那麼老實說 這個entity 程式結構還蠻類似的 都差不多都是這些東西 都有一個table 因為它是ORM 所以你要對應到一個table schema catalog class的名稱 都有一定的命名規則 那這個命名規則呢 不一樣就可以把它改掉 然後到最後 最繁瑣的部分 沒辦法 你還是要自己去寫 去寫這些東西 每一個這個欄位 跟對應 跟這個資料庫欄位 對應 寫好之後呢 一個entity基本上就完成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做的是repostory 所以呢 一樣我們在這邊鍵 i e p o s i t o r y 點 course repostory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一樣 透過jpa repostory 可以快速產生一段code 這邊是com.dutify 然後我們的artifate的name叫demo 然後我的這個名字叫做 我的package叫做什麼 repostory ok 然後呢 這邊是course entity 沒錯 這邊沒錯 這邊是integer ok 寫完了 然後我們也缺些東西對不對 該import的我們再import一下 這邊是什麼呢 這邊是這個c 這個是 沒有 這個是寫錯名字 不是這個名字 好 差不多就這樣 這樣子該import的東西都有了 那事實上 事實上 這些東西我覺得蠻有趣的點 就是 如果你缺了東西對不對 直接存檔 好 欸 我竟然沒有幫我補回來 我以為他會幫我補回來 它其實是這樣 多的他會幫我移掉 少的不會幫我補回來 我可能要自己import 不過這些工具在vscode裡面都有了 所以你看我們有了repostory 有了entity 接下來我們就要回來寫API對不對 好 那麼你看喔 我現在呢如果要加一組API 我們的寫法會是這樣的 請記得喔 我今天所做的這堆demo啊 都是call snippet 很多是call snippet 那既然是call snippet 意味著你可以自己去改它 因為它就是一個程式碼的範本而已 那我想要在這場我其實主要想強調的一個點 就是所謂的開發者體驗 就是如果你今天可以知道你要做什麼 而且這件事你常常做 它就值得你多花一點時間把它寫成工具 然後整個開發體驗就會大幅提升 例如說呢我現在要取得course的所有值嘛對不對 按tab件 其實老實說做的事情都差不多 G-O-U-R-S-E 對不對 這裡 然後course entity吧 對不對 tab件它會auto-import 然後呢我們會需要一個repository 那repository我需要DI一下 這些本來就是他自己做的事情 course repository 各位看一下 我打錯字它其實也會給我提示 你知道 這個是VSCode我很喜歡的一個點 就是我有時候不小心打錯字 有沒有看到 C-O-U-R-E-S 有沒有 有時候它也會幫我選到正確的值 而且就自動幫我import進來了 好OK 然後呢我們control點 直接把這個參數加到欄位去 OK 這些code都不用自己寫 其實本來就是內建在裡面的 OK 那我們就直接用repository的file 然後呢把這叫丟進list 基本上我一個API就寫完了 F5 等一下 我是不是沒有指定這個路徑 沒錯 這邊呢我們寫這個C好了 是這個API home裡面的C 好 升檔 來我們再跑一次 這邊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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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一個package 拿掉 好 我們來這邊做測試就可以了 好 跑起來了 我們應該是在這裡 我寫在這裡好了 API home C 對不對 然後我們GET Ctrl Enter 各位看到沒有 資料庫的資料已經出來了 有沒有 這樣寫SpringBoost還蠻開心的 蠻快的對不對 至少寫起Call來 那個心情是愉悅的 大概是這種感覺 好 所以你們看一下 這個 對於這個基本的開發 其實我們講Coding這件事 VSCode 一開始的定位 本來就不是IDE 老實說 它的強項是在Editor 它是一個非常強大的編輯器 所以你剛看到我demo 有看到像是模糊比對能力 打錯字也找得到 基本的這個Java的語言服務 Red Hat幫我們做好了 這個extension是Red Hat做的 它做了非常多 跟什麼debug相關 attach相關 你甚至可以做remote debugging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內建的 然後呢 像是auto import 然後呢自動organize import 這些東西也都是全部都是內建的 好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就除了Editor之外 接下來我想要來示範一些 其他的功能給你們看 因為在VSCode裡面開發Java 有三大四窗 非常實用 第一個呢 就是我剛剛講的Java Project 這個Java Project是這樣 你可以從這邊去看每一個不同的package 然後package底下的類別 點下去就可以打開 這個我想應該沒什麼問題 那單元測試剛剛講過 resource檔 從這邊也可以直接看得到 包含如果你寫mvc的話呢 它可能會有一些網頁啊 或者一些static檔 都可以放在這裡 這個都是Spring Boot建議你的 一些資料夾的結構 那除此之外呢 你可以從這邊看到 我們剛剛所選的JRE的版本 我是選17嘛 對不對 這邊呢會直接列出 所有JRE Java 17 所有的類別 你可以用的那些library 的class跟package 全部喔 都在這裡 你可以用瀏覽的 那我覺得瀏覽可能沒有什麼意思啦 例如說好 class definition 各位看好 我們可以利用VSCode內建的一個功能 叫Symbol Search Ctrl T 直接呢 輸入class definition 它直接就可以搜尋 目前你的VSCode開發工具 所載入的所有Java的這些library 以及memon所有載入的dependency 跟所有的Java檔 所有的class path 裡面的所有類別 都可以用Symbol Search找到它 那找到之後呢 我按下Enter 它還自動幫你反主義成原始碼 厉不厉害 而且還不止這樣 文件都在裡面 你所 你在 應該說你在Google搜尋到的 Java的這個API documentation 全部都來自於這些程式碼註解 所以簡單來說 只要你要查的是API文件 不需要再打開瀏覽器 直接在VSCode裡面 就可以全部撈出來 不但可以看這些註解的文件 這其實就是文件的內容 還可以直接看這些類別 跟方法 完整的Source Code 有時候 有時候我們是這樣 看API document 還看不懂它到底在寫什麼鬼 但是打開它的Source Code來看 有時候一看就沒有懂 有時候是這樣 尤其是對一些比較複雜的邏輯的時候 我們直接看Code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好的理解方式 我自己是這樣 所以它其實可以收到的東西 不是只有JRE的這一堆Library 包含所有Maman的Dependency 全部都可以收得到 還有當然你自己專案的這個類別 當然都可以收得到 所以這點真的是非常非常厲害 好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厲害的東西 這一個 我把他縮起來 第二個 叫做Maman 那它也支援Gradle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Vaman它支援什麼功能 第一個 我們知道 用過Vaman的請舉手一下 應該是蠻多人用過的 OK很好 我跟你講 Vaman最討厭的一件事就是 它的那個Plugin很多 然後Go很多 各位知道Go 目標那個Go 很多 所以有時候我們要打指令 很煩 經常要去查我有哪些Go可以用 那所以呢 如果你透過這個VSCode的這個Maman的Plugin 你可以從這邊看到 這是它常見的Lifecycle 常見的 其實我覺得它名字沒有設計得很好 但是Maman設計的就是比較複雜一點 所以它把常用的Lifecycle寫在這裡 然後呢 它把所有你在Pong檔裡面載入的Plugin 全部都整理在這裡 這很酷喔 你直接把Plugin展開 就可以看到 這個Plugin裡面有多少的Go 然後呢 通常呢 所有的Naman的Plugin 都會有一個help的Go 所以我們直接run它 直接run它 我們可以直接看到 這個help 就是 在這個Plugin裡面 每一個 這個Go的相關的使用說明 以前我們打指令會覺得很煩 那現在都不用了 現在呢 全部都是在這個界面上 直接可以看到 按右鍵就直接可以run 那這一點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看到所有的Go 那如果你不想要看這麼細的Go 我們直接看Lifecycle就好 例如說我們要打包 很簡單 package 點一下 它就幫我做package動作了 直接幫我把整個 package成一個Jar檔或者Wa檔 看你的這個Pong檔是怎麼做設定的 所以這一點真的是相當的不錯 除此之外 這裡有一個plugin 對不對 然後這一個dependency 這個dependency 說穿的就是在Maven的這個Pong檔裡面的 所有的dependency 那這個的管理呢 我知道很多人對於這個Pong檔 吃之以鼻 怎麼說呢 因為大家看到XML很痘痘 有這種感覺 舉手一下 應該蠻多人的吧 感覺就是老人才會用的格式 XML檔嘛 對不對 但事實上我沒有看起來很討厭 可能我有一點年紀的關係 但是呢 有時候我們要在這邊新增一個dependency 你當然要知道group id 你要知道artipid 這當然很重要 但是你知道嗎 我們可以直接從這邊搜尋 對不對 直接搜尋validate enter 對不對 然後呢我們這邊可以直接選擇 你要搜尋的東西 例如說 隨便找一個關鍵字吧 例如說 這一個 那我們找這個套件對不對 按下enter下去 記得你記得是關鍵字 那我覺得這關鍵字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就在於說 你怎麼知道要找這個package 那當然是你找過 所以其實你腦子裡是有印象的 你常用的套件一定會出現在你的腦海裡 所以那個keyword你只要記得 我覺得找到套件就本身就不是一個問題 那我們透過一個好的工具 然後有好的搜尋界面 我們要把一個我們想要用的套件抓進來 其實是非常快的 它不會中斷你的這個心流狀態 但是呢 沒用過的套件那沒折 你肯定是先google個十幾二十分鐘 找到你想要的套件再來加碼 當然我們都知道 這個過程絕對會中斷你的思考狀態 你的心流狀態會被破壞 所以我就說 我們如果今天要提升我們的開發者體驗 首先你自己要有一定的程度跟能力 這是一定的 你如果不夠強 你還是很junior 你想要進入心流 本來就沒有那麼容易 但是如果你有幾年的經驗 搭配你有好的工具支持你的話 其實你寫code其實可以寫得很過癮 那這種感覺 我覺得是大家都應該去追求的 就是寫code寫得很爽的感覺 有過這種感覺的舉手 有沒有 你可以連續寫四個小時不查文件 有沒有 沒有吧 沒有人不查文件的 一定都會去查的 但是我們對一些已知的東西 其實能不查我覺得就不查 或者是我們不要離開我們現在手邊的開發環境 我們的思路就比較不會被中斷掉 所以你看這個VS code偶爾會提出像這樣的一個提示 因為我剛剛修改了dependency 對不對 修改完之後他就問我說 要不要同步java classpath跟configuration 這自動的 通常我都按always 他以後就再也不會跳出來提示我了 所以我基本上dependency改完 那我的VS code自動就會認得新的dependency 所以所有寫code的時候 像是intellisense 或者自動程式碼建議的部分 全部都會自動完成 其實你都不太需要去擔心這些事情 開發工具已經做得很好用了 那麼老實說 我從去年就開始玩VS code 在java上面開發 去年就開始了 但是去年 這個VS code寫java跟垃圾沒什麼兩樣 太多bug了 所以我其實去年一點都不想推 雖然我在我公司有推廣過 沒有一個人理我 其實我都原諒他們了 但是現在不一樣了 我覺得現在這個VS code在開發java的時候很順 而且bug非常的少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我覺得還不錯 好 第三個 就是這個 Spring Boot Dashboard 這個我一定要介紹一下 這真的也很棒 就是我剛有講到一個點 就是如何做抽象化思考 就是說 比如說我現在是在寫java 各位要想像一下 我現在在寫java 所以我不會用檔案的角度去查我的專案 也就是我不會用檔案總管 一層一層目錄點進去找到我要的class 我的想法已經跳出這個層級了 拉更高一級說 我從package的角度去找到我要的code 這個我要記憶的點燒很多了 我不是以資料價為單位 我是以package為單位 那如果說你再往上拉高一級說 我現在開發的是Spring Boot 所以我要用Spring Framework的角度去思考 我現在正在開發的應用系統 那這個dashboard就是這個用途 所以你看 如果說我今天的workspace 我的工作目錄 有超過一個application 這是有可能的 就我第一層資料價 可能就好幾個不同的Spring Boot的application 這有可能 所以這邊有個apps 現在我只有一個 所以點下去只有一個而已 我也可以從這邊直接啟動我的Spring 我們把它縮起來 第二個 Beans 寫Spring的人應該都知道 Spring有Spring Beans 所謂什麼叫Beans Beans就是咖啡豆 豆子的意思 說穿了 就是Spring內建的一套DI container 那DI container裡面放了一堆Service Repository 這一堆東西 其實就通稱為一個Beans 所以所有註冊進DI container的東西 都會是一個Spring Beans 才是個抽象概念 那Beans就會出現在這個位置裡 所以有時候是這樣 我們今天打開 用VS code打開一個Java的專案 然後它是Spring Boot 所以你可以打開Spring dashboard 然後直接去看 我有多少Beans可以用 然後 例如說你這個Home controller 對不對 你想要去開發它 找Home controller 比你找Package快嘛 對不對 你Package有一堆東西啊 對不對 那我們找Beans的話 它一排序 我們直接點下去 就直接打開了 那最後一個更酷 各位看到這個有感覺吧 有時候呢 我們的Controller跟我們的Action 跟我們實際的Endpoint 不見得很快的可以對得起來 所以有時候是這樣 我們從前端打過來的API 從Log或從哪裡 去檢查錯誤的時候 發現這個Endpoint是長這樣 那有時候你不能直接聯想到 這個Endpoint 到底對應到哪個Controller跟Action 所以你可以透過Endpoint Mapping 直接去找到最接近 你找到的那一個API 點下去 點下去 直接開啟特定的那個檔 直接把那個Action給開起來 我們就可以直接改扣 這整個開發效率就起來了 各位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工具呢 基本上是要會用的人 你才會覺得真的是好用 OK 好 我們來快速過一下 我這個簡報內容 那其實 這個剛剛也很快的講完了 這個所有的開發工具 尤其是這三個工具視窗 這個是一定要會的 然後呢 VSCode有超級多 跟原始碼編輯相關的功能 這個今天我講不完 所以你們一定是自己去看 這個VSCode 可以怎麼樣去做 程式碼開發跟編輯的動作 但是呢 跟Java相關的我今天有做了一個基本的demo 然後呢 這邊 Java的language的service非常的多 然後如果你今天要在VSCode 好好的開發Java 拜託一定要認名 物有寶哥出品的Essential Java Spring Boot Snippet 而且請給五顆星 現在只有兩顆而已 今天沒有五十顆不能回家 好不好 好 所以建置工具呢 它現在支援了非常多了 然後呢 重開自白病 這句話 放到哪裡接準 這個VSCode 微軟出的嘛 你知道 微軟的產品 三拿策略千萬不要忘記 Restart Reboot Reinstall 你出問題就是重開 就是這樣 那重開不是喔 我跟你講 VSCode在開發Java之後 前幾個月有 我最近幾個月都沒遇到 就是呢 你不做Clean Workspace的動作 重開也沒用 這是我最近 之前常遇到的 現在也比較少遇到 但是呢 你只要遇到這個問題 或者是你的VSCode 右下角有出現 問你要不要Clean Workspace 拜託 一定要按下去 因為重開也沒用 就是你的VSCode 一直都是爛掉的狀態 所以這個動作很重要 它可以幫你把Java classpath的 Cache清掉 然後reload VS Code 所有問題都會消失 這個屢四不爽 這個一定要學會的 還好你們有來聽我這一場 好 那其他就是擴充套件了 那擴充套件的話 你們自己花時間去了解一下 那當然 提升DX的第一步 就是轉我的套件 這是肯定的 然後呢 剛剛我們已經介紹了很多 專案管理 Maven 相異套件 剛剛沒講 然後Debugging tool 非常強大 剛剛有一個東西 今天也沒時間講 就是Hardcore Repress Hardcore Repress 真的很厲害 算了 我還是demo一下好了 這個功能那麼強 怎麼可以不講 好 你看 我們直接按F5 直接跑起來 直接跑起來 這個一定要demo完再下課的 好 我現在跑起來了 好 注意看 我現在回到這裡 Http 這個 Ctrl Enter 來 這是Hello World對不對 注意看 我切過來 我把Hello World 直接加上空格123 我就直接存檔 我就直接切過來 再send一次 沒按到 這裡 有沒有 這樣不夠帥 因為不夠快 再一次 4 5 6 來你看 存檔切過去 Ctrl Enter 就是我整個專案 是不需要restart的 我就可以直接看到修改後的結果 這個在教育世界 不是很常見的吧 還不錯對不對 我跟你講五年前就有了 就你們不知道而已 但是這個Hardcore Repress 有一個小小的限制 就是你不能去改變現有Java專案的任何一個signature 就是class結構不能改 然後master的那個參數名稱不能變 就是只能改master裡面的部分code 那可以 它可以動態的幫你把這段code 從那個bycode直接抽換掉 所以真的很帥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做開發測試的時候 真的非常有效率 好 那今天簡短的這個50分鐘 跟大家分享 謝謝各位 zięk隊 謝謝 來